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大选当中 我们华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选举对我们到底有多重要 今天我们继续演两位 Peggy 欢迎你 谢谢各位观众好 那么我们同样也要欢迎杨博胜先生 Paul 欢迎你 谢谢杰哥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上个礼拜我们讲了2020的大选 那么我们也知道 Peggy 准备代表45区来参加联邦的选举 我们先来讲讲45区包括什么地方 45区蛮大的 从Anaheim Hill开始 Oranche Tustin Villa Park Irvine Mission Viejo Laguna Woods Laguna Hills Rancho Santa Margarita Lake Forest and Cota de Casa 这个好大一个区域 几乎是呈现的从北边到南边 这个区域当中有很多华裔的居民吗 有 差不多22% 22%华裔居民 这个比例相当高 因为我们在美国总共好像我记得是华裔的居民站的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远远没到22% 具体多少忘了 那么也就是说 未来在45区的选举 我们华人有十分重要的角色 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讲了 在选举当中 大家忽略了每一票都是很重要的 投票到底有多重要 那么我们也讲到 我们华人今天在美国 我们政治影响力完全不够 加州通过了很多法案 受害者都是华裔 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SCA5 关于这个教育方面的问题 那么上个礼拜节目 我们也讲到关于教育的问题 教育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今天我也会涉及到 但是我的印象当中 我来美国十年 周一会通过的很多法案 针对的这个伤害对象就是华人 SCA5 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法案 那么虽然最后在华人的抗议之下 这个法案给搁置了 但是未来还会不会出现 这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再有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哈佛大学正在进行的这个司法诉讼 哈佛大学对这个华裔学生 对亚裔学生这个招生当中的歧视是十分明显的 那么所以在今天的美国 一个族裔如果你不勇敢地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益的话 你肯定是受欺负的一个 我们讲到种族歧视 我在节目里面有个观点 过去美国种族歧视年代 非洲裔的人上了巴士上面 上了公共歧视上面 有些位置他们是不能坐的 因为那是给白人预留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在哈佛大学 在长城城西大学里面 我们亚裔的孩子成绩再好 我们的社会活动再丰富 我们再有这个综合数字评价有多高 有些学位我们不能去 因为那是给非洲裔给西班牙裔的学生预留的 这跟当年的种族歧视有区别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区别 那么从这些新闻里面也反映到我们亚裔 我们华裔在美国 如果我们不积极地参与政治的话 我们的地位没有办法提高 佩吉 怎么看 我跟你同意 我是Berkeley毕业的 我那时候进去Berkeley的时候 只有24%的那个亚裔才可以进去 那不管你的成绩多好 SAG多好 他们已经收入了24% 你就不可能进入 然后他们有很多理由说 比如说你的人格魅力啊 你的什么综合领导力啊 还不符合我们要求 然后我们把这个Affirmative action那个除掉之后 现在Berkeley跟UCLA全部的UC system是48%到52%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看你的人才 这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假如要跟一个小孩子说 你只要努力 然后鼓励他们来读书的话 在这个社会有奉献 我们说你以后会有前途 假如你有这个Affirmative action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根本没有前途啊 那你怎样说 跟他们讲说你努力 然后他们看他们旁边周围的人 别的民族 他们没有那么 不努力他们就有固定的学额 对 所以哪里 你假如说像民主党他们很推荐公平公平公平 政治看的时候不公平 所以我们华人跟这些跟亚裔必须出来投票 说我们不行接受这种的看清 或者我们直白的说 为什么总是我们亚裔的权益被牺牲 就是因为我们不投票 所以某个政治人物某个政党把他们的好处利益倾斜到某个族裔的时候 他从那里可以换回选票 这是换选票的这个游戏 因为我们手上没有选票 我们不愿意拿选票 所以我们就是被牺牲的一群 是这样 对 你没有声音 我有一个市议员跟我在一起 他说你假如不是在dinner table 你就是被人家吃掉 你就是在menu上面 所以你必须在这个table跟大家 这样形容好像太残酷 要不就吃人那个 要不就被吃那个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必须说在现场跟大家有一个声音来跟大家商量 体现你这个族裔 你这种族群的这种力量在这里 你假如没有在那里的话 人家不会听到你的意见 没有听到你的意见 你就什么话都没有了 这个我经常拿一个族裔来跟我们华人说比较就是犹太裔 犹太裔曾经被歧视的程度要比我们华裔亚裔要严重得多 在二战的时候 离我们也不是太远 不到一百年时间 二战的时候 多少犹太裔被屠杀 但是现在在美国 谁敢忽略犹太裔的政治力量 谁敢忽略犹太裔的声音 那么我们看犹太裔 他们的做法就是很积极的参与政治 参与美国的民主选举 不但他们还积极的去推动一些政治候选人 代表他们的声音 所以他们在美国政坛有很大的影响力 除了积极参与选举之外 对选举资金的投入也是非常的慷慨 因为他们知道有声音跟没声音之间的区别 那么今天反观我们华人 不投票更不要说站出来选举 那么对这种政治选举的所谓的捐款 我们华人也是在其他族裔相比相对少 这种状况作为竞权主任有什么看法 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我们第一次事务选区的所在地 是在涵盖我们Orange County就是呈现 由南到北这么大的一个区块 当然我们有这么多的亚裔的百分比 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在这个地区的选民 勇跃的出来投票 因为你的票真的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改变 改变政治力量的对比 也体现你的声音 是 对 那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不是在这个选区的 我们同样也可以来支持将好的人才送进去国会 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用金钱 政治捐款 不要说金钱 我们是捐款 政治捐款 那政治捐款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每次选战的时候 特别是在联邦级的国会议员的选举 我们动辄都是几百万的一些发挥 对 因为我们要做各样的 一个很现实的要解决问题 对 那Peggy在我们Orange County 在共和党里面 她算是有占一个很重要的党值 她是现在我们Orange County共和党里面的第一副主席 所以她对于这些整个选举的操作的过程 其实并不陌生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选举 其实带来的发挥实际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参与的话 总体来说积极参与 参与的方式有很多 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政治现金 所以讲到这个选举 我们就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词 就是选民 那么现在在我们整个加州来说 洛杉矶来说 选民的政治倾向很明显 那么我们看看上个礼拜 我们讲的两个数字 领取福利的人口 跟工作的人口 纳税的人口 那么还有这个加州发放福利 占它的财政支出的比例 我们就知道 其实在加州在选举文化上 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其中一个 那么我们要请教Pagget 在美国 我们是规定只有公民 才能登记为选民 才能投票 那么这是联邦的法律 但是我们最近看到 在北加州 开始有种声音 说虽然不是公民 没有说非法移民 不是公民 但是他们的子女 也在某个学校里面念书 他们为什么不可以 对某个学区的教委的选举 进行投票 那么我个人的观点 如果教委的选举 能够允许非公民投票的话 我们换句话直接来说 就是允许非法移民投票的话 那么以后未来的 各级的政治选举 直到联邦的选举 都能够让非法移民投票 这对选举是公平的吗 非常不公平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 你住在美国 你最有权利的 就是你那一张票 但是我觉得比金钱还要重要 我在美国生活 我在美国工作 我为美国纳税 选哪个政治人物 来服务美国 是我的权利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留学生 一个访问学者 甚至我是非法移民 我也可以能够参加选举的话 那么你并没有在法理上 有这个权利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有很多的 有关选民的新闻 让我们觉得有点很疑惑 比如说2016年总统选举之后 川普就认为 有很多非法移民参加投票 要各州去查 那我们加州说不查 但是加州不查 德州查了 数字是有将近10万个非法移民 登记成为选民 当中有6万多人 参加过一次以上的选举 那么今天我们 我个人认为在加州 我们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在里面 但是如果非法移民参加了选举的话 对我们选民来说 对我们美国公民来说 本身就是个权力的侵犯 一个侵犯 还有你想说 不是只是影响到我们加州 是影响到全美国 因为在这个国会里面 你只能有465个代表 这个国会代表是看说人口 人口的比例 比例对不对 那人口是看说 你这个是国民 还是不是国民 对 那你现在被这个 这个没国民的人来投票的话 把这个数量加多的时候 你是从别州偷来的 嗯哼 这就是 那对那些人民也不公平 不公平啊 当然侵犯了他的权益嘛 请不吝点赞 atingミュ 있지만 住动了 只能看或是我们俩 你照顾cot 这 우리�